哈囉大家好我是NEO 在2017年上映的《通靈少女》 是HBO亞洲首部台灣製播 而且全中文發音的影集 它全劇總共有6集 完結篇播出時的平均收視率達4.40 故事描述具有通靈能力的少女謝亞貞的青春成長故事 其中女主角謝亞貞的原型 是一位退休的靈媒索菲亞 索菲亞她是第一位獲得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認證的女性裁判 也是首位在台灣全國性賽事執法的女性主神 索菲亞的本名叫做劉伯君 一歲的時候她就會通靈了 6歲的時候就可以報名牌 15歲的時候她跟親戚一同開設道場 一邊上學一邊當靈媒幫人家問事 為往生者傳達醫院 19歲的時候她巧遇神界的靈衣寶生大帝 開始幫人家問診看病 卻在26歲的那一年她退出了靈媒界 她說在台灣有很多的道場裡頭 其實通的靈都不是神 都只是在修煉的靈體 或者是只是想要吃東西的鬼而已 據她所說 她的治病能力就是來自於原本住在寶生大帝廟裡面的 理性鬼魂這個理性鬼魂本名是叫做李寶岩 生前的時候是一位中醫師 以前這個理性的鬼魂被當作寶生大帝在廟裡面供養 那因為這樣子她就出了藥籤替信徒來治病 後來這一間廟她改拜其他的神了 那沒有人拜寶生大帝之後 她只好出去外面來討食 因此她被索菲亞收養 之後就留在索菲亞的身邊幫信徒開藥房 在27歲的那一年索菲亞改姓伊斯蘭教 她說伊斯蘭教的聖訓裡面有提到精靈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鬼魂 這個鬼魂他們就是靠著吃灰燼來維生的 那這個與她對靈界的認識 部分低等鬼魂確實是以香火維生 這個部分是不謀而合的 除此之外例如聖訓裡頭也提到不要用左手吃飯 因為精靈會來分一杯羹 睡覺的時候也應該要撤睡 而不要趴著睡 這也都讓她感覺到非常的震驚 因為從小她就看到許多的鬼魂 要她用左手吃飯 要她趴著睡覺 那通靈者或者說靈媒 可以說是從人類有了宗教開始就有的一個職業 根據CNN的報導 在2500年前 人類就有了為通靈而吸食大麻的紀錄 那這個時候耶穌在哪裡都還不曉得呢? 直到今天 人類對通靈這個能力也是充滿好奇的 不只是華人 在俄羅斯還有一部真人秀的節目叫做通靈之戰 這個節目每一季都會找來許多的通靈者參賽 那這個節目呢 目前已經播出了21季了 可見通靈這個話題 至今仍然是熱度不減 在台灣 有時候在警方辦案遇到瓶頸的時候 為了找到一絲破案的曙光 也會尋求通靈的方法來協助破案 刑事局中部犯罪打擊中心 第六大隊征4隊的副隊長 陳恆正先生 他專門辦冷案 也就是所謂的長時間沒有辦法偵破的重大案件 那因為他的體質特殊 同事都稱呼他為大師兄 他曾經辦過兩起比較著名的案子 第一起案子是發生在2006年的雲林水林鄉 一名78歲的黃老太太的命案 這個黃老太太每天早上都會到河堤旁邊務農 大約中午的時候就會回家吃飯 但是這一天卻等不到老太太的身影 事後發現黃老太太蠶死在河堤旁 但是現場卻找不到任何的蛛絲馬跡 也找不到目擊證人 唯一的線索是距離200公尺 一家養雞廠的監視器拍到的一個畫面 一個人騎著機車一閃而過 但是2006年的時候 監視器的畫質粗糙 警方根本看不出這個人到底長什麼樣子 甚至連他騎的機車 也只是隱約看得出是什麼車款的 導致這個案子成為了一権案 在2016年大師兄陳恆正南下辦理毒品案的時候 聽到毒販又提起了這個命案 黃老太太的家屬又非常巧合的 在這個時候透過了管道 找到了陳恆正大師兄 家屬表示 這幾年當中他們也四處的求神問補 他們有得到神明的指示說 這個兇手是貴殘沒貴荒 但是他們並不曉得 這個提示是在暗示說 兇手是自己的親屬 還是只說兇手就在附近 陳恆正找來監視器上面相同的機車 由他自己騎在機車上面 用他的身高去比對當時監視器裡面的畫面 推算出兇手的身高大約落在180公分左右 有了這些線索 警方鎖定了一位住在附近的紅姓男子 但是苦無證據 無法確定涉案的就是紅姓男子 之後 黃老太太透過辦公室裡面 供奉的關聖帝君託夢給陳恆正先生 表示自己是冤死的 還指點他去找一名男子 叫做阿寶的來詢問 陳恆正他在半信半疑的狀況之下 找到了當地另一位吸毒販 同時也是這個紅姓男子的好友 就是阿寶 阿寶說他案發當天曾經看到紅姓男子全身沾滿血跡 此時警方才確定嫌犯就是紅男 有了這些線索之後 檢警重新啟動調查 但是他還是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將他定罪 於是警方開始監聽紅姓嫌犯的手機 幾天之後 監聽到紅姓嫌犯說他要血心經 而且回向的對象就是黃老太太 警方他就帶著紅姓嫌犯到案發的現場 到現場的時候 紅姓嫌犯突然兩腿一軟 當場下跪 同時招任他自己殺了人 另一起案件 大師兄陳恆正在接手這個案子的時候 已經沒有屍體只剩下骨灰了 在等相關的券證資料送來的過程當中 大師兄做了一個夢 一個男生他講著新加坡槍的福建話 告訴他一個女的跟一個男的害我 此時陳恆正還不知道這個男生是誰 幾天過後 券證的資料終於送達到陳恆正手上 陳恆正一打開看到券證裡頭的照片 就一眼認出這個人就是在他夢裡面 說著新加坡腔調的人 這個人叫做潘正強 遇害的時候他72歲 他是中港地區 熱銷鐵打藥膏青龍膏製造商的老闆 據傳潘正強靠著青龍膏 累積了上億的身價 他在2014年的年底來台灣致病 結果兩個月之後 和一個黃姓的女子結婚 結婚才18天 潘正強居然就死掉了 潘正強的家屬還跨海提告 控告黃姓女子 也就是黃冠真詐欺 家屬表示黃冠真前前後後 跟家屬請領了醫藥費將近100萬元 但是短短2個月的時間之內 沒有動手術 也沒有大筆的開銷 他只是一般的看病 為什麼金額會這麼高呢? 乍看之下很詭異 但是陳恒正他翻看潘正強所有的醫療記錄 除了發現黃冠真有修改醫療單據上面的金額 這個部分有涉嫌詐欺之外 找不到其他任何冤案的線索 那家屬同時也質疑 當初潘正強來台灣前 他跟家屬說 他跟紅姓女子是在30幾年前到場認識的 多年之後才又重逢 黃冠真告訴潘正強說 可以幫忙他在台灣擴展青龍膏的事業 怎麼兩個月之後 黃冠真就變成了大嫂 跑來爭奪龐大的遺產 於是陳恒正就開始調查這個結婚過程 有沒有出現什麼問題 可是經過調查發現 他所有的手續都是合法辦理的 包含了男女雙方都有到場 也同時有兩位證人屬於合法的登記 而且他不只在台灣的護證事務所登記 他們甚至到新加坡的在台辦事處 也辦妥了手續 在法律上面這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不知道潘正強所說的冤枉是在哪邊 這個部分 如果不是潘正強當初有託夢 恐怕也就只是涉嫌修改收據的金額 這個部分有違法而已 此時的陳恒正並沒有放棄 他發現辦理結婚登記的兩個證人 一個是黃冠真的母親 另一位是劉姓的男子 黃冠真說 這名劉姓男子是他自己的舅舅 事後他們進行監聽 發現劉姓男子跟黃冠真 居然用親愛的在互相稱呼 原來他們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 這個時候 陳恒正總算嗅到了一些問題 但是光是這樣沒有辦法證明什麼 他將案件的時間線整理了一下 2014年12月底潘正強來台 2015年2月 潘正強的糖尿病嚴重 頻繁進出醫院 2015年2月24日 潘正強腎衰竭 早上到醫院掛急診 2015年3月13日潘正強往生 所有的醫療紀錄跟用藥 都是非常正常的 2月24日辦理結婚登記 所有的文件都沒有少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 最後 陳恒正終於在結婚證書上面發現了疑點 一個在2月24日上午腎衰竭掛急診 十幾天之後就往生的人 而且這十幾天之間他光在醫院就躺了七八天 2月24日的下午 怎麼還能夠意識清楚的到 護證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 而且簽名蓋章都是如此的有利 於是 陳恒正找來當時的入籍看護理眉問話 也因此找到了突破口 發現原來他們之前都是在串證 而且結婚登記的時候 這個簽名跟印章 也是他們利用護證人員面前的電腦做遮蔽 並非潘正榮本人的簽名 如此才讓案件水落石出 警方辦案講求科學證據 但這個案子如果不是陳恒正 有受到潘正強的託謀 或許辦到偽造醫療單據金額的部分 就已經結案了 通靈事件究竟是真有其事還是捕風捉影 不知道大家是怎麼看的呢? 請在下方的留言欄告訴我你的想法 下一期我們來講另外一個有通靈人力的書記官辦案 大家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同時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每週的更新才不會錯過 好啦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下週見 掰掰